男孩看向自己的手 手指上长出了密集的道瓷 每根道瓷都如同锯齿般锋利 他望向面前的墙壁 试着把手贴在了墙上 惊讶地发现 自己可以像蜘蛛一样爬行 连蜘蛛侠看了都要直呼内行 但就在前几天 彼得还只是个平平无奇的书呆子 同学完全不把他放在眼里 经常和起伙来欺负他 在学校只有哈利和他玩 哈利是个富二代 父亲是个身价过异的科学家 每天都用劳斯莱斯送哈利上学 这天全班同学来参观一场蜘蛛展览会 这里的蜘蛛都是通过基因改造的品种 拥有各种各样的捕食能力 但此时没人注意到 有一只已经从展柜里逃了出来 彼得看到暗恋多年的女生玛丽姐 机不可失 便鼓起勇气邀请他拍几张照 此时红蓝相见的小蜘蛛从天而降 爬到了他的手上 然后一口下去 随后就消失不见 彼得看向伤口 并没有多在意 回到家后 他感觉头晕目眩 身体发冷 手上的伤口变成了大包 此时彼得体内的蜘蛛毒素 正在摧毁并重组他的DNA 醒来后 他发现自己多年不治的进食居然治好了 身上也长出了一坨腱子肉 这时他的目光看向了隔壁的玛丽姐 两人从小就是邻居 但彼得却和他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来到学校 彼得在吃早餐时 玛丽姐一面走来 这时他突然察觉到了威胁 直接怀中抱妹接了一手好牌 据说这一幕拍了一百多次 回到座位他刚准备继续吃饭 结果发现叉子被什么东西粘在了手上 他用力一扯 居然拉出了丝 他还没反应过来 下一秒 他慌张地看向周围 还好没人注意到 他赶紧收回 但不料用力过满 请校爸吃了一头盖饭 彼得赶紧离开现场 但校爸怎么可能咽得下这空心 他立刻就带小弟找了过来 这时彼得的蜘蛛感应 让他能清晰地感知周围一切事物 挥拳的动作在他眼中 变得十分缓慢 随后他抓住较大的神力 化身一拳超人 于是彼得彻底放飞了自我 在屋顶上来回飞远 他看向对面的吊车 准备练习一下吐司技能 多次尝试后 他终于猜对了手势 原来吐司技能并不需要升空 随后他又尝试了一下蓄力发射 喷出的蛛丝直接站在了吊车上 他抓住蛛丝 看向楼顶 一跃而下 但动作实在不忍之时 晚上彼得出门扔垃圾 意外撞见了隔壁的玛丽姐 两人聊了没两句 彼得就目送着玛丽 坐上了笑霸男友的新跑车 于是彼得暗自下定决心 要靠自己的能力发家致富 走上人生巅峰 翻看报纸时 他注意到了一条广告 在职业摔跤赛上撑过三分钟 就能获得三千美金 于是他设计了一套很有格性的景深衣 用来隐藏自己身份 然后在房间练习起控司技巧 不一会儿整个房间就堆满了白丝 彼得最近将自己关在房间的异常行为 引起了梅伊和本叔叔的疑惑 第二天本叔叔主动开车送他出门 借此机会跟他谈起了心 他一方面察觉到彼得发生了某些变化 另一方面怕他误入歧途 便对他说出了那句经典名言 但彼得对于叔叔的手脚感到十分不耐烦 一气之下对了他 殊不知之后他会因此感到深深的后悔 男人喝下一瓶药剂 躺在了铁床上 随着绿色气体的侵入 他开始疯狂抽搐起来 身体机能在不断增强 但突然 一盘的同事赶紧终止实验 跑进去对他进行急救 然而下一步 原来一同增强的 还有他的暴力倾向 他偷走了公司的滑翔 展开了疯狂的复仇技术 蜘蛛侠的第一个敌人就此诞生了 此时的彼得正在地下竞技场 赚取他人生中的第一桶金 很快他轻而易举打倒了壮行 拿到了冠军 但无良主办方只用一百块钱打了他 彼得没有办法 只能老实离开了 刚出门 一个劫匪就持枪进来没收了他的钱 然后夺路而逃 男人忙叫彼得帮忙拦住劫匪 但彼得为了报复他 给劫匪让开了路 随后彼得对男人微微一笑 这就是报应 然而刚走出来 就看见前方围了一群人 彼得好奇地走上前查看 发现居然是自己的本叔叔 倒在了血泊中 听到路人说凶手 还开走了本叔叔的车 彼得立刻化背负为力 一路追着他来到了一所工厂 当他看清对方的样貌后 震惊和自责涌上心头 原来是那个被自己放过的劫匪 他慢慢松开双手 劫匪往后退市 不幸被扮打 坠下了高楼 彼得面无表情地看着他的尸体 内心没有一丝大仇得报的感觉 更多的是自责和后悔 他渐渐明白了本叔叔所说的话 他决定不再放纵任何一个坏人 于是正义的蜘蛛侠就此诞生了 彼得身穿红蓝紧身衣 活跃在打击犯罪的第一线 不久关于蜘蛛侠的报道 就在纽约城传判 人们对他议论纷纷 而彼得靠着一手独家蜘蛛侠照片 当上了报社的摄影师 彼得来到嘉年华上拍照 偶然碰到了和哈利在一起的玛丽姐 看到自己的暗恋对象和好哥们好上了 彼得粗意顿上心头 这时蜘蛛感应让他预感到了危险 绿膜驾驶滑翔一层天空云下炸弯 场面一度混乱 彼得立刻化身蜘蛛侠 正当玛丽姐被绿膜盯上时 蜘蛛侠飞身赶来一脚踢飞了 绿膜起身后 驾驶滑翔一向蜘蛛侠追击 眼看玛丽姐即将坠落 蜘蛛侠找准机会摧毁了滑翔一层 赶走了绿膜 救下了玛丽姐 被蜘蛛侠拯救的玛丽姐 对他立刻产生了好感 绿膜变回了哈利父亲 此时他的人格分离成了一阵一邪 邪恶人格劝他说服蜘蛛侠 让他成为自己的同伙 于是绿膜来到了彼得所在的报社 男孩被变异蜘蛛咬入一口 醒来后发现自己身上发生了变化 手指掌的道次能让他贴在墙上爬行 体内可以发射钢索般强刃的蛛丝 但麻烦也接踵而至 好友哈利的父亲将自己变成了绿膜 盯上了自己最大的敌人蜘蛛侠 于是来到报社对彼得老板一阵亲切的问候 这时蜘蛛侠出现在他身后 顺便在老板面前装了一下 可下一秒 就被绿膜给晕了 但他并没有杀害彼得 而是劝他加入自己 说完就离开了 结果第二天 报纸上出现了蜘蛛侠和绿膜狼狈为奸的新闻 彼得看到后 想到了绿膜的话 但他依旧决定坚守自己内心 夜晚 玛丽遇到了几个猥琐 彼得又一次英雄中文 俘获了他的芳心 走上前给他奖励了一个香吻 好家伙 仿佛看到了哈利头上一片绿 一场火灾上 彼得又遭到了绿膜的袭击 他询问彼得考虑的怎样 早料到彼得会拒绝自己的要求 他将准备好的球形飞镖扔了过去 蜘蛛侠依依躲过 但还是不小心被划伤了手 他一脚踢飞绿膜 消失在了火场 随后彼得赶回来和家人过感恩节 哈利一家也加入了进来 这时哈利父亲注意到了 彼得手臂上的伤口 于是立刻找借口离开 哈利追了上去 屋内的玛丽姐听到这些话后 也气愤地离开了 绿膜得知了彼得的身份 同时哈利也发现玛丽姐爱上了彼得 他跑回去跟爸爸倾诉 于是绿膜抓走了玛丽姐 让蜘蛛侠在爱人和无辜人之间做选择 刚说完就放开了手 蜘蛛侠表示小孩子才做选择 他冲向玛丽姐 就下他后又返回来拉住了下坠的篮车 绿膜见他无法抵抗 便飞过去骚扰他 蜘蛛侠扛着压力就下了玛丽和群众 随后被绿膜捆起来扔到了一处遗迹 一颗炸弹滚来炸伤了彼得的帅人 他想飞起来 结果又被绿膜打了下来 危急时刻他使出珠网束 但被绿膜两三下挣脱 他把彼得逼到了墙角 对峙之下彼得突然爆发了强大的力量 打得绿膜献出了原形 跪地求饶 彼得一看是自己好友父亲 立刻蒙住了 这时他悄悄启动飞船 准备从背后偷袭彼得 但蜘蛛感应让他敏捷地躲过了攻击 绿膜就这样死在了自己手里 哈利父亲的葬礼上 玛丽显向彼得深情道白 但彼得表示这盘我不见了 谁爱接谁接去吧 随后救头也不回地离开了他 这个外卖小哥的订单快迟到 他心想要是自己是蜘蛛侠就好了 他抱着外卖抛进巷子里 于是 他还在路上顺便救了两个孩子 但最后还是迟到了 被店长炒了鱿鱼 来到报社 老板也要炒了他 只有秘书给了他一点安慰 彼得成为蜘蛛侠后 一边忙着拯救城市 一边还要忙着赚钱上学 生活压得他喘不过气馁 这天 哈利和玛丽剪出现在彼得家 为他庆祝生日 现在的哈利已经继承了父亲的公司 但他还不知道彼得的身份 否则他立刻就会为他父亲报仇 玛丽剪通过自己的努力 成为了舞台剧演员 其实彼得知道玛丽喜欢自己 他也没有时间去谈恋爱 听说玛丽正在交往新的男生时 他慌了 便答应他抽空去剧院看他演出 但在半路上 彼得为了追捕开车逃跑的罪犯来晚了 演出已经开始 彼得被门卫拦在外面 于是他只好等待演出结束 但等来的是玛丽和另一个男人的背影 彼得内心十分难过 他变成蜘蛛侠在城市发泄自己的情绪 但突然手里拼不出蛛丝掉了下去 没办法 他只能跟普通人一样坐电梯下 迎面走进来一个粉丝 跟他聊了起来 让彼得干大正都犯了 彼得在哈利的介绍下 见到了公司赞助的科学家奥图博士 他在研究一种叫做和融合的能源 而彼得正在撰写关于他的报告 彼得受邀来参观他的实验测试 博士给众人展示了 用来处理和融合的机械手臂 神经探头刺入他的脊椎 他就能靠大脑神经控制这具机械手臂 为了防止机械手臂反过来控制自己 博士发明了一枚抑制芯片 保护他的大脑功能 于是实验开始了 他将哈利赞助的穿元素放到设备中间 几条光线射入元素中 一个微型太阳产生 博士用机械手臂稳定能量 但突然和融合产生了巨大的磁力 实验超出了博士的预期 在场所有的金属都朝中间飞去 场面一度混乱 疯狂的博士为了完成实验 不打算关闭电源 巨大的能量冲破了保护罩 产生的电流将博士脑后的芯片破发 彼得化身蜘蛛侠拔掉了电源 这才阻止了更大的危机 奥图博士被送上了手术台 正当医生准备用电锯切掉机械手臂时 一只手臂突然活了过来 随后他杀死了在场所有的医生 博士大脑被机械臂彻底控制 变成了疯狂的章鱼博士 在机械手臂的影响下 他开始变得偏执 一心想完成实验的他 开始不进后果 章鱼博士用机械找破坏了保险铺大脑 碰巧和梅依在银行取钱的笔 立刻丢下梅依跑进了厕所 无助的梅依看着远去的笔 章鱼博士开始搜刮所有的钱袋袋 这时蜘蛛侠出现在身后 博士拿起钱币就朝他洒过去 而蜘蛛侠的蛛丝却突然射不出来 被钱砸中 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章鱼博士抓起梅依爬到了楼房上 蜘蛛侠赶了过来 将坠落的梅依送了上去 老太太使出浑身解数 挂在了墙上 然后蜘蛛侠和章鱼博士撕打起来 从室外打进室内 再从室内打到室外 章鱼博士本想偷袭比 结果吃了梅依吧 这时警察也赶了过来 彼得成功就下了梅依 面对不利的情势 章鱼博士只好说吧 晚会上 哈利因为赞助章鱼博士的事件 身份地位遭受打击 喝起了梅酒 但更受打击的是来到晚会拍照的梅依 他看到晚会的主角 竟然是有权有势的上尾 和他的女友玛丽姐 彼得来到玛丽面前向他解释 但他丝毫不想听 彼得离开晚会 来到天上散心 但他很快又发现蛛丝无法发生 就连爬墙的能力也消失了 视力也开始回到以前的状态 他去看了医生 医生检查后发现他身体并没有问题 有问题的是他的心理 最近以来发生的事 让彼得越来越觉得 他不适合再当蜘蛛侠 所以渐渐失去了能力 于是他扔掉了战衣 尝试做回普通人 走在大街上 他很享受这种感觉 在路上看到追逐的警车 他也不会再去插手了 在学校又变回了老师眼里的优等生 还抽空去看了玛丽姐的演出 但玛丽告诉他 自己就要结婚了 彼得想试着挽回他 但被玛丽拒绝了 一个流浪汉 捡到了蜘蛛侠的衣服和面具 卖给了报社老板 没想到 一向喜欢用蜘蛛侠丑龙做头条的他 暗地里居然做这种事 章鱼博士利用抢来的钱 重新搭建了一个实验设备 如果这个实验让他完成 整个纽约市都会陷入危机 他来到哈利家 威胁他拿出更多的穿元素 哈利和他谈了个条件 那就是将蜘蛛侠捉到他面前 彼得发现一所楼房找我 他以自己的身份冲进去救出了一个孩子 但当他听说四楼还有人没跑出来时 他又陷入了自责 彼得开始思考 自己想要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生活 梅伊的话解开了他的心思 人们需要英雄 英雄有时候需要牺牲小物 放弃自己最真爱的东西 于是彼得来到天台 他专心去想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然后从天台一跃而下 蜘蛛侠要回来了 然而 马力简发现自己真爱还是彼得 于是回心转移约他见面 彼得曾经为了马力简放弃做蜘蛛侠 可是现在他已经想好了 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就当马力准备向彼得确认的时候 一辆汽车飞了过来 蜘蛛感应让他成功就下了马力 章鱼博士来找到骨 逼他说出蜘蛛侠的下落 彼得不堪 章鱼博士就抓走了马力简 彼得冲破废墟 发现自己的能力似乎又回来了 他来到报首 拿走了老板收藏起来的战役 跟章鱼博士见面后 大战一触即发 爱情的力量让蜘蛛侠爆发失 章鱼博士招架的有些失恋 他用触手抓住他就推了下去 蜘蛛侠射出蛛丝 拽着他一块摔到了列车上 两人在列车上打得难解难分 车上的乘客被吓得纷纷尖叫 蜘蛛侠摔下了车 但很快又利用蛛丝将自己弹了回去 章鱼博士一次次将他打飞 可彼得很快又荡了 愤怒的他抽取两名幸运观众 向他扔了过去 彼得用蜘蛛网接住了 章鱼博士来到车头 伸出触手破坏了司机式的制动系统 随后就逃走了 蜘蛛侠爬到失控的列车面前 用双脚插进地面的铁骨中 企图用脚杀逼停列车 但很快他又缩了回来 因为效果不大腿还有点酸 他又想到了一个办法 他射出蛛丝粘住两侧的大脉 想用蛛丝拉住列车 但也失败了 自己还差点失去了率力 列车很快就要到达尽头 等待他们的就是第一 没办法 彼得双手疯狂射出更多的蛛丝 拼命拉住列车 强大的拉力撕破了他的力 列车速度开始慢了下来 在摔下轨道前终于停了下来 拯救了一车的人 他也因消耗过大陷入了婚姻 人们将他抬进了列车 彼得重新戴上头套 此时章鱼博士走了进来 彼得不想让他伤机无辜 就自愿让他带走了自己 交给了哈利 章鱼博士从哈利保险柜拿到穿元素后 就立刻离开了 哈利看着眼前的杀肃仇人 举起匕首一步一步上前 摘下他的面杖 但当他看到这副熟悉的帅脸时 他惊呆了 这不是和我强女朋友的好兄弟弟了吗 彼得醒了过来 立马就逮着哈利一阵逼文玛丽的下方 得知他拿走了座和融合试验的穿元素 立刻向实验室赶去 此时的章鱼博士已经启动了小太阳 蜘蛛侠一现身 就被章鱼博士触手甩了 很快又利用蛛丝飞龙的脑 将博士揣入了地下 两人扭打的时候 小太阳的磁力不断向外扣散 被铁链哄猪的玛丽也差点被吸进去 蜘蛛侠及时赶快 用蛛丝拉住他将它救了回来 蜘蛛侠切断电源后 却发现小太阳完全没有受到影响 还在不断向外吸收金属 引力范围扩大到了整个纽约时 彼得现在彻底没办法 他已身是险 试图说服博士让他说出关闭设备的方法 在彼得的嘴炮下 博士的良知被唤醒过来 他说可以尝试用河水浇灭小太阳 于是走上前决定亲自结束这一切 此刻的玛丽简也发现了蜘蛛侠的身份 露出了微笑 突然钢架倒塌 此时章鱼博士破坏了指甲 但他自己也来不及逃走 随着小太阳一块沉入了河土 彼得掀开钢架 救下了玛丽简 两人倚靠在蛛丝上 玛丽简刚开口想表明心意 但彼得认为自己的身份会给他带来威胁 警察赶到后 彼得用蛛丝将玛丽送回了地上 他的未婚夫赶来 两人紧紧相拥 但是他的目光却望向了远处的蜘蛛侠 而此时的哈利 在家里密室发现了一瓶绿色的药剂 还有父亲留下来的一整套绿膜装备 那么问题来了 这些装备是谁送回他家的 如果你一口气看完蜘蛛侠三部曲 你就会发现 书呆子彼得在前几部作品中有多惨 在《蜘蛛侠三》里就有多嚣张 揍哈利 珊玛丽 还当着他的面撩妹 就连经常欺压他的报社老板 也拿他没辙 而这一切都要从一团绿青说起 深夜 彼得和女友在网上亲热 一颗陨石从天而降 从里面钻出来了一坨绿青 他就是漫威宇宙中令人闻风丧的伟业 两人正准备回家 小东西看准机会贴了上去 他将成为让彼得翻身的最强帮手 哈利自发现父亲留下来的强化药剂后 为了对抗蜘蛛侠 他在自己身上进行了实验 成为了绿魔的继承人 现在的他一心只想复仇了 于是全副武装来找彼得算账 彼得一看是好朋友哈利 不想还手 掉头就跑 但哈利在后群追不死 不得不说小伙子滑板玩得挺 哈利一边追一边抬 可彼得太灵活了 每次都能被他躲掉 他要拿出飞镖朝他扔去 结果彼得换了个方向往回跑 来不及躲避的哈利 被自己武器无情无敌 最后彼得用蛛丝绊倒了他 这时出了意外 哈利直接摔得不省人时 彼得赶紧将他送到医院 在医院醒来的哈利失了眼 忘了父亲的死灵 于是彼得顺其自然地和他和好无处 此时一个罪犯从监狱里逃了出来 穷途陌路地他翻进了一处粒子试验基地 走两步掉进了一个沙坑里 此时科学家正在进行重组实验 男人所处的沙坑就是试验场地 随着一气飞速转动 沙利进入男人的身体产生了变异 他整个手掌都化成了沙子 醒来后 他发现自己软弱无力 整个身体看上去就像一个沙雕 他捡起女儿的怀腿 慢慢化为原形 逃离了现场 蜘蛛侠已经成为了城市明星 而玛丽简就没这么好用 他好不容易当上舞台剧演员 却因为报纸上的评论画为了炮 玛丽来找彼得清索 可是他实在太忙了 这回又忙着去救警察局局长 女儿格温 纽约市内 一架巨型起重机发生了故障 一起严重的事故即将发生 彼得在公司的死对头艾迪赶来拍照 却意外发现玄在半空中的是自己女友格温 但他并没有放下手中的相机 反而觉得这可是个大新闻 危急时刻 蜘蛛侠及时赶到 就下来 为了感谢蜘蛛侠 格温举办了一场隆重的见面会 在粉丝的热情下 蜘蛛侠闪亮光 还主动让格温清了自己一口 然而玛丽简不开心了 与此同时 一辆装满沙子的卡车上 出现了一个巨型沙雕 吓得警察连忙太强了 杀人一路之心 一拳打飞警察 化作沙尘暴逃了出去 经过会场 蜘蛛侠见状立刻追了上去 杀人抢劫了一辆运钞车 蜘蛛侠跳了进来 然后被他沙包大的拳头打了出去 于是蜘蛛侠用蛛丝连去射击 捅出好几个洞 然后一脚横扫剃断了他的沙 杀人一拳将他锤进车内 为了救人 彼得错过了追击杀人的机会 而就在这时 彼得从警察那得知 杀害自己本叔叔的真凶 不是放走的那个劫复 而是最近出现的杀人 本叔叔的死一直是彼得的心灵 于是内心又燃起了复仇的怒目 他穿着战斧守在收音机旁 时刻关注杀人出现的消息 毒液慢慢爬上蜘蛛侠的身体 寄生在了他的衣服上 彼得猛地睁开眼睛 他的红蓝战斧已经焕然一新 成为了性胆的黑色 彼得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 他将一部分样品带去给康纳教授观察 彼得回到家 收音机传来了杀人作案的消息 彼得打开衣柜 他的手停在了红蓝战衣上 转念一想 有皮肤干嘛不用 于是他还是患上了被毒液附身的纯灰战衣 彼得来到银行 发现杀人已经顺着地下溜走了 他刚准备跟上去 狗仔艾迪赶来拍照 于是 蜘蛛侠的物理攻击无法对杀人造成伤害 只要有沙子 他就能呼吁 彼得将他踢到了水 发现他的身体不能复原了 于是彼得先开水管 落魄的玛丽被彼得伤害后 他拿起电话打给了哈利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一番互动后 两人情不自禁地亲密起来 但玛丽很快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立刻离开了哈利家 郁闷的哈利正准备借酒消愁 结果脑子里的记忆突然恢复 想起了一切 他要让彼得生不如死 于是来到玛丽警家绑架了他 逼他跟彼得分手 彼得满怀希望去见玛丽 懵逼的彼得来和哈利见面 他还不知道哈利已经恢复了记忆 哈利告诉他 彼得默默起身走了出去 他还是不幸回头看了一眼哈利 结果 在复杂的情绪下 彼得看向了原本准备尘封的纯黑战录 他出现在哈利家 质问他对玛丽做了什么 哈利不断作死 疯狂挑衅 随后两人大打出手 彼得在毒液的加持下 变得十分凶暴 力量也比以前大了不少 很快就将哈利打倒 还撂下几句狠话 不甘心的哈利拿起炸弹向他扔去 结果这个恶霸侧身躲过 还用蛛丝将他扔了回去 炸伤了哈利 他又来到大街上 看到艾迪利用假冒的蜘蛛侠照片 跟上头条 他赶到公司 找到艾迪并给了他一个下马威 随后将他作弊的真相公之于众 让他彻底告别了这份工作 小伙子内心十分舒畅 迈着六亲不认的部分 大摇大摆地走在街上 感觉自己从来没有这么好过 来到公司 他直接做了敢想不敢做的事 面对老板的压榨 老板直接忍傻了 他走进一家服装店 换了身西装 到了晚上 彼得约格温来到酒吧 身后的艾迪将这一切看在眼里 在酒吧里 彼得遇到了前女友玛丽姐 于是决定给她一点教训 I'll be right bac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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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玛丽刚上台准备唱歌 彼得就上去抢了她的风筒 Peter 一顿骚操作后 又当着她的面邀请格温跳舞 在玛丽面前撒了一波狗狗 但格温看出彼得这么做的目的后 气愤地离开了这个渣男 彼得不以为然 他找到玛丽姐 准备采访一下她的感受 两个壮汉挡在了她面前 准备将她赶出去 Peter 彼得终于醒悟过来 发现了自己的异常 她来到教堂的中楼 想将身上的衣服脱下来 可毒液一旦复生 哪有那么容易摆脱 此时艾迪碰巧来到教堂祷告 楼上的钟声将她吸引过去 在声波的帮助下 毒液一点一滴的从顶身上放 掉在了艾迪身上 下水到里 杀人又从水里的泥沙中复活 并把毒液当成了蜘蛛侠 结果发现怎么有牙齿的 他不是蜘蛛侠 两人都想弄死蜘蛛侠 于是达成了合作 毒液绑架了玛丽姐 杀人帮她拦住检查 等着彼得现身 彼得换上红蓝战衣 来到哈利家寻求她的帮忙 哈利的一半脸已经因为塌了 彼得早知道会如此 于是孤身一人来救玛丽姐 毒液从她身后出现 艾迪带着对彼得的增衡 准备痛下杀手 这时玛丽举起砖块砸了下去 命中目标 彼得成绩挣脱 两人在半空中扭打起来 但明显毒液占据了上风 眼看玛丽陷入危机 彼得刚想去救她 满地黄沙开始会激起 形成了一个巨型杀人 每一次攻击都不亚于蜘蛛侠的权利一击 蜘蛛侠灵活走位封住了她的眼睛 但半路上毒液又杀了她 将她捆在了铁架上 两人发动联合攻击 彼得命悬一线 这是一个小东西飞进了杀人身上 哈利驾驶滑翔一杆刀就下了屁 两人默契配合 形成了二打二的局面 杀人的手臂被哈利烧成了玻璃 碎了一地 两人联手就下了玛丽架 在哈利的倒到攻击下 巨型杀人终于被彻底解决 此时掉线的毒液终于重新上线 偷袭蜘蛛侠 哈利敢来帮助彼得 不慎撞落的钢管发出了噪音 让艾迪身上的毒液痛苦 他抱着哈利的滑翔翼向彼得刺去 这时哈利挡在了他的前面 彼得见到好友受伤 直接正脱了束缚 捡起地上的钢管 他找到了战胜毒液的方法 最后趁毒液不注意将艾迪分离了 然后捡起哈利的炸弹朝他扔去 艾迪舍不得毒液 扑了上去 一同化为灰烬 杀人来到蜘蛛侠面前 向他解释了那天的经过 他原本只是想截车 同伴跑过来撞到他的手 导致枪走火 让他误杀了本叔叔 对彼得说了声对不起 随后便化作一团黄沙消失了 哈利在两个好友的陪伴下 也撑不住离开了人世 影片到此结束了 整个蜘蛛侠三部曲 可以看出彼得的成长 由懵懂到自信 再到现在的成熟 人物塑造饱满 性格转变合理 让托比饰演的蜘蛛侠 成为了一代经典 我们下次见